这两天断牙丝酱 我们买了两斤羊肉补一补 做了两种口味 白汤鲜美 清汤滋补 先将清洗好的羊肉下锅焯水 然后撇去浮沫 再煮三分钟左右捞出来 这也太肥了吧 肥一点的挑出来做白汤给老牛吃 加屏幕上的配料 再倒没过羊肉的白开水 然后炖煮40分钟 在屏底锅倒一丢丢油 将鲫鱼的两面煎至金黄 炖了10分钟之后 再加白萝卜煎好的鲫鱼 然后几粒冰糖 再撇去上面漂浮的油脂 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 这时候的汤汁已经变成了卤白色 40分钟之后开盖 加入盐和胡椒粉 一小撮香菜 鱼羊鲜 这个汤看着就特别的鲜美 接着咱们再来做清汤 这个肉是挑出来比较瘦的 然后加屏幕上的配料 我现在用的是东宁的气锅 所以不用加水 直接按气锅键 看一下三个小时之后 上面已经是满满的汤汁了 这个汤就特别的滋补 不用加盐 带着淡淡的红枣香甜味 不接着 竟明 她上游化 买